大家好,我是Joeman 我現在人在台南的德洋艦現場 那...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裡的地名 它就直接叫做德洋艦 那今天我們要來的是 戰艦世界的一個記者 就是台灣上市的發表會 所以現場非常非常酷 大家可以看到遠方的那個 就是他們還請到現場有應該是海軍的 類似海軍的儀隊 然後呢,這邊還有很多 很多World Gaming的工作人員 然後後面呢,這邊呢就是 戰艦世界,大家看到 上面寫著全速前進 我們這一次的記者發佈會 已經很多人在拍照 那最厲害的就是這個了 這個是德洋艦 應該就是德洋艦 給大家看一下全景 超酷啊,好猛 好,各位我們現在順利來到了德洋艦的一個甲板上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是我們的這一個國旗 那下面後面在甲板後面有一門砲 那最酷的是呢,我現在人站在 我們有要拍你啊,歐巴桑 歐巴桑走開,歐巴桑 歐巴桑,歐巴桑,歐巴桑 我們現在人在那個腿滿短的 你不要一直躺在我講話 我們現在人在那個甲板的這個直升機 是那個空拍機 空拍機 好好好,好像蒼蠅的聲音喔 好,然後呢 最酷的是我們現在人在 看到小木了 哇,腿好長喔 好短喔 我們最酷的是我們今天可以在戰艦上面打戰艦喔 所以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聽說裡面 聽說裡面有戰艦喔 怎麼已經聚集了一群人在那邊打戰艦喔 可以說是 在家裡打的遊戲跟在戰艦上打的遊戲是一樣的 好,各位我們現在在船上甲板中間看到的 看起來很像冰箱的 這不是冰箱 你說這個叫什麼 反潛火箭發射器 反潛火箭發射器 所以這個是專門打對方發射魚雷的載具 所以他要去瞄準別台船的 讓對方不能打魚雷就對了 你把對方發射魚雷的載具弄壞掉 就是神劍啦 打神劍啦 這個是 這個是駝鳥 你好 你好 大家如果不知道駝鳥是誰的話 我也不打算介紹啦 好 這樣也好 這個導遊好不專業喔 好 這是側面 看起來很酷耶 我們拿羅密歐當比例池 一密歐 羅密歐 這大概八 大概三個羅密歐那麼高喔 對 差不多 超酷的 我們繼續往前看 好,各位我們現在在甲板上 這個叫什麼 劍橋上 對啊 我們現在為了帶來的是這個 一艘船即將毀滅的前一刻 我們的艦長 船長 密歐 各位我們要前進了 密歐過著拍照打卡 導致船觸礁 那是這樣嗎 一台 應該要這樣對不對 一台石階船 就這樣沒了 應該要這樣 對你看這個就是 導致 導致 你喔 所以 可是其實 其實 負責 負責轉這個 不會是船長嗎 會是那個 船長坐這裡啦 我記得船長坐這裡對不對 是這裡嗎 左邊還是右邊其實會不清楚 不會不清楚 反正船長不會是掌舵的那一個 對嗎 所以要這樣嗎 不然就把我拍到那 這個 畫面都是你 這樣我真的撿不完耶 就整段卡掉了 對啦 你看那個右邊 你看右邊 船長坐椅 真的耶 你看一下有沒有按摩功能 你看一下旁邊有沒有按鈕 為什麼沒有人來幫我洗頭 這個是越戰時期 怎麼會洗頭 你要擺到後面洗頭對不對 可以啊 看這裡 要橫的 都可以 好 大家好 我久沒了 在我們身邊呢 怎麼稱呼 你在愛麗 愛麗絲絲 愛麗絲絲 對啊 好酷喔 因為今天 這是你第一次扮成我們的這個 戰艦世界 這叫戰艦女郎嗎 第一次扮成戰艦女郎嗎 第一次扮成戰艦女郎嗎 給大家看一下 聽說這一次戰艦女郎的裝扮 欸 這誰啊 等一下屁股那麼小 很厲害喔 欸 欸 幹嘛這樣啊 我拍一下 我從上到下 所以 這一套衣服是 聽說 聽說這一次 因為戰艦世界才出來的 對啊 所以你是從 台北一起下來的嗎 台北 哇 因為聽說 聽說戰艦世界只請 那種最貴的 模特兒 對 所以 聽說 一次 這個秀費五萬多塊啊 大概十萬吧 所以五萬是有打折了 五萬是 因為有戰艦的關係打折 我們旁邊有這個 歐寶桑羅蜜歐 蜜歐你好 嗨 你好 我們要比較一下腿長 這是羅蜜歐的腿 這是什麼 這是愛麗絲絲的腿 大概是兩倍的 欸 你要去旁邊比一下腿長啦 來來來來 差不多1.2個蜜歐 好嗎 對不起請幫我折著腿長一點 謝謝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